大家好 我是任俊 今天是禮拜五也是週末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這個禮拜就是母親節囉 也祝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非常給力 在母親節休假前夕 給你大漲了290點做收 那當然在今天收盤之前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上個禮拜的這個禮拜的盤 是其實非常非常的震盪 月初在週一的時候 其實上個禮拜 其實加權股價指數 才創下一個歷史新高 它來到17709點 可是就休假回來之後 連續三天的下跌 一二三天的時間 光這三天的時間 光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它就跌掉了1100點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下跌啊 同學你可以發現到說 整個市場的氣氛啊 開始出現了一些改變 包括就是說融資餘額的部分 其實它快速的去做一個減肥 那甚至呢很多市場上的專家啦 你可以發現到就是空方的言論 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認為這對於行情來講 反而是好事情喔 這對於股市來說 它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融資很高的話 當然你股市要漲就不容易嘛 那如果大家都在做多 那多方太過擁擠 那當然啊你股市要漲也是不太容易 所以呢有一些市場上的專家轉去做空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那也祝福他們啊 可以在這個放空的過程當中 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啦 但是我認為是蠻難的 因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啊 只要看碎台灣 最後的結果都不會太好 最後的結果都不會太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說行情 在這個連續性下跌之後 其實你如果用一個指標 來去做判斷的話 其實非常的簡單喔 我常跟大家談嘛 每一次BICE指標 他來到高點 他一定會做修正的一個動作 比如像說上一次來到高點 開始做回撤嘛 上一次呢 BICE指標來到高點 當然去做回撤的一個動作 那這一次呢 一樣啊 當我的BICE指標 又來到高點的時候 只是說 這一次回撤的幅度 它是比較大一點喔 那居然已經來到了這個 極度悲觀的位置啊 那未來行情的走勢 你也不能夠跟著這個 其他市場上的專家一樣 感覺到悲觀喔 那未來呢 下個禮拜的重點在於說 居然我剛突破了 所謂的月線壓力區 那我月線壓力突破之後 他一定會來做一個拉回 他在回撤的過程 誰能夠領先大盤先創新高 那他就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族群喔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現在的台股你一定要投資在哪裡 投資在所謂鋼鐵 投資在所謂的運輸啦 因為這兩個族群 目前表現來講 算是比較強勢的喔 但是就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台灣還是以電子股立國 現在的資金 雖然一直跑在所謂的 傳產族群 可是最終 他們還是要回到電子股身上 這是不變的鐵律喔 你不管過去漲過什麼 比如說漲過生計好不好 生計股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波大漲 當時我們也靠著 所謂的中天跟合一也大賺的一波啊 可是 你只要一看到行情有沒有 有些個股在那邊跳動 小的主流族群在那邊跳動的時候 最終他都會回到 所謂的電子股身上來 所以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 這段過程當中 我一直都沒有去碰所謂的傳產族群 因為現在這個時機點上面 傳產族群已經產生一個過熱的現象 當時我在買傳產的時候 比如像說我當時 在去年十一月 我就一直跟大家談啊 像這種股票啊 我當時在買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在跟你講說 這一檔股票它會漲 也沒有人告訴你威智它是做什麼的 可是我從資金的流向 我從這個目前的買盤 它當時的買盤 我就推斷了一件事情 我說這一檔股票啊 它的獲利跟毛利年增一倍喔 它年增一倍喔 當時股價才十一塊多而已喔 可是已經有資金開始在下去做 進場布決動作嘛 所以量佔比從一千來到七百五 這一根一根的大量長紅棒 就預告了一件事情啊 這裡有人在買 這個股票有資金在做 偷偷進場布決動作 所以我當時發現了 我就跟大家講啊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那你要買的點位是對的 你的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嘛 所以呢 11月13號的時候 我下去做布決動作 11.8元買的啊 11.75元成交啊 我買完之後 一直到11月13號 亮燈漲停板來到12.7嘛 這是第一根亮燈漲停啊 到11月16號過三天 再來第二根亮燈漲停 來到哪裡 來到13.95元 然後呢 到11月17號的時候 第三根亮燈漲停來到15.3元啊 到11月18號的時候 四根漲停來到16.8元 然後呢 到11月19號的時候 集滿五個燈 五燈獎來了對不對 來到第五根亮燈漲停 來到18.4元 我說我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這樣子上來 光五天的時間 他漲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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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智啊 不鏽鋼 現在大家都會講了嘛 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是做鋼筋的嘛 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現在的產品在漲價嘛 那重點是啊 為什麼11.8元的時候 完全沒有人說 完全沒有人在講 但是我從資金的流下面 我就已經觀察到啦 這支高標開始有人買的時候 我的買點是非常漂亮的 我的買點是對的 那自然呢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但你以為 只有漲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不可能 就這樣停下來啊 居然我這張股票 主力都沒有離開 而且他持續在做加碼的動作 短線上漲多 他會去做回撤 為什麼會做回撤 BIOS來到新高嘛 BIOS來到新高 他會先做一下回撤 回撤的時候 當他出現了叫做亮縮回檔 三角收斂型態 亮縮回檔繼續漲 所以我說他還有創新高的空間 月均線向上 亮縮回檔繼續漲嘛 所以他來到21塊錢 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12月18號再來到22.55元 第8根漲停板 12月21號第9根漲停板 來到24.75元 一直到1月4號來到26.8元 第10根亮燈漲停 到1月5號創新高 我把它全部獲利了解 從11.8元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一直到29.4元 這樣波段的漲幅 漲了149% 將近快150% 1.5倍耶 這樣漲了1.5倍耶 所以我說我當時在買的時候 11塊8 沒有人在講說鋼鐵股會漲 11塊8買威智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你鋼鐵股未來會漲價 可是你從資金的流向面 你從這一檔股票的技術面 甚至說你從資金的 你從整體的 它的營收獲利來看 你就已經可以預判到 這支股票未來會漲 它未來會漲 所以我覺得我的買的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當我的買點是對的 你這樣賺了一倍半 你才有空間嘛 你才有空間可以賺一倍半嘛 可是你等到說2028的威智啊 同樣的威智都沒有改變啊 它都沒有改變啊 當它來到35.65元的時候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當你買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你要同樣的漲幅 你要讓它漲一倍半 它要到多少錢 它要到70塊錢耶 它要漲到70塊錢 你才有辦法賺我這樣子 從11.8元到29.4元 這樣波段的漲幅耶 所以為什麼我不會想再買它了 因為我覺得空間小很多啦 當時我可以賺一倍半的空間 現在已經沒有啦 現在已經沒啦 那你說你現在再去 好跟著大家去封嘛 封中鋼啊 封所謂的航運啊 那同樣的啊 我來問你一件事情啊 你如果當時不是買在低檔的 你現在還有多大的獲利空間 如果你的位置要買在35.65元 你現在要去追它 OK 那未來你要漲一倍 要到70塊錢喔 要到70塊錢喔 那你覺得70塊錢有沒有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標的 可以去做選擇 所以我覺得 我當時在買船產的時候 其實也是市場上面 沒有人在講的 等到現在全市場都在瘋狂 每一個人都在瘋 所謂的船產類股的時候 我反而告訴你喔 有新的機會 有新的更好的機會 可以去做布局 你想要複製像威智那一種 一大段的漲幅 那你現在 絕對不可能在電 絕對不可能 在船產股裡面去找嘛 因為這些船產股 都已經來到一個天上了 都已經漲到一個 它應該有的幅度的時候 你現在再去追它 當然就不會有空間啊 但是反過來 台灣的電子股 它現在非常便宜的情況下 那它會不會複製當時 船產所創造出來的奇蹟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 未來的機會點很重要啊 當全市場的人 都focus在 所謂船產族群的時候 我告訴你電子股有未來 就很像我當時有沒有 我在做船產類股 在買所謂的鋼筋 在買這個不鏽鋼的時候啊 當時也是市場上面都在封電子啊 每一個人都在搶高價IC設計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行情 它就會一直不斷的去做輪漲輪動 你要找到的是哪一些個股 它是有機會的 而且它可以複製傳產模式 而且它可以複製傳產 當時的漲幅的這些標的 那你只要買的點位是對的 自然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所以呢台股下個禮拜會做回測喔 會有一個小小的回測波 當我的股 當我的大盤回測月線不破 新的主流它就會出現 而且我覺得新的主流 就是在所謂低估的電子股裡面 有哪一些族群 有哪一些標的喔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再講 溫馨的五月 運達頭顧祝天下母親 母親節快樂 感恩價520再加1 感恩價520再加1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坊間各式各樣的課程 不論是投資或者是投機的一大堆 你根本無從選擇喔 甚至會盲目的跟單 大部分的人甚至會懷疑 在股市中獲利 必須先學會一大堆看不懂的現行圖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財報數據 甚至還會擔心遇到內線交易 股市被財團外資操控 散戶只有被坑殺的份 嚇得不敢進場做投資 我將我過去的經驗 以及國家認證的專業分析 整理一套最簡單最有效率的系統 並利用孫子兵法當中 道、天、地、將、法之間的哲理 告訴你外資法人他們所不敢說的秘密喔 你會發現這將巧妙的反應在股市的生態當中 股市運作的原理只要掌握其中順勢而為 學會這套技巧股市對你來說是一個源源不絕的聚寶盆 小資理財也會變得非常容易喔 你還在等什麼呢?快來加入我們吧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股市任我贏的節目現場 剛剛跟大家聊就是說 台北股市場它有一些族群它有一些過熱的現象 那不代表說台股要走空 因為現在太多的空方言論出來了啦 當這種快速急跌的過程啊 像這種指數一下子跌了一千多點 當然會有很多人很害怕 但是我講真的喔 台股裡面還有很多很便宜 而且被人家低估的標的啊 那你只要慎選這些股票就好了 你的買點是對的 其實你不用擔心大盤回檔 或者說你也不用擔心就是一天兩天的震盪啊 因為價值它是不會改變的 它是不會改變的 就很像說 我們都知道現在很多人在網路購物對不對 那這一陣子也出現了蠻多 就是那種網購的店家 然後標錯價格的情況發生啊 就像前陣子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這個電商啊 他就把他的這個手機標錯價錢嘛 三星的手機啊 少了一個零 就等於我打了一折來去做那個賣出對不對 那他當然事後他也吸收了啦 這些成本他吸收了啦 那這也顯示出來一件事情 其實萬物之間都有可能標錯價格 他都可能標錯價格 那包括就是說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啊 你不要覺得股票市場永遠不會出錯喔 有一些股票啊有一些價錢 他低估他就是被人家低估 但是總有一天他要反映出來 因為你的便宜就是不合理的現象啊 你今天用兩千多塊錢 去買到三星兩萬多塊的手機 這個也是不合理的現象啊 那你最後呢 股價還是會回到他應有的價值面去嘛 所以我說現在的傳產類股 真的有點過熱 真的太過熱了 你說2609的陽明好 你要買在91塊錢 我覺得OK 如果你在低買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還有空間當然OK嘛 可是你在91塊錢 你才想要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你想要賺一倍 那好啊 陽明要漲到哪裡 要漲到180耶 要起到將近快200塊錢耶 同學 那如果說陽明可以漲到200塊 那你更不用講說台積電啊 或者是其他電子類股 他會漲到哪裡去了 他會漲到哪邊去了 所以呢 有一些個股 我覺得過熱 你自己要當心 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有一些很好的標的 強勢股拉回 站在買方 來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那甚至說 航運股裡面 如果你買陽明 你買長榮 我覺得都是OK的 可是呢有一些二線的 比如像說2608這個四微行啊 他今天來到亮燈漲停對不對 他今天來到亮燈漲停 那重點是啊 你必須要觀察一下 他不是長榮 他不是陽明喔 他的營收獲利 他的獲利都還是 呈現一個虧損的狀態喔 所以不是看到黑影就開錢 不是看到黑影就開錢 覺得好像每一檔 航運股都是對的 不是這樣做的 因為也是有人打電話問我嘛 他說老師同樣 航運股在漲 那我要不要去買其他的這些 比如像說大榮 我說榮運啊 我說同學 他榮運是屬於運輸類股 他跟航運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要不要去買航空 這個也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要買股票 你要買就買對的 你不要去買一些 已經二線廠商的 比如像說四微行啊 今天來到漲停板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不敢買長榮 不敢買陽明 所以跑去買了四微行 但是同樣的喔 都是海運 有一些是有賺錢 有一些是沒賺錢的 那如果你買錯了 那未來差異可是很大的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我認為電子股 它會複製未來傳產的奇蹟 因為台股當中有太多 被低估的電子族群了 這些電子股 一旦有買盤開始進駐的時候 它飆升的速度也會非常的快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現在看好的是Apple Apple最近推出一款iPad Pro對不對 那這款iPad Pro 它最大的一個改變 除了它有CPU 改成M1晶片以外 還有一件事情 它的螢幕啊 採用的是mini LED的產品 它是採用mini LED 所以我說台股未來啊 有一些電子股 強勢股拉回你要站在買房 你要知道說這些個股 它未來有爆發性成長的空間 它未來有獲利大成長的空間嘛 所以我看到了mini LED的機會 它準備要起來了 只要蘋果開始採用 其他的廠商它一定會跟進 包括了小米 包括了三星 甚至其他中國大陸的產牌 一定會跟進 那他們在跟進的時候呢 現在所謂的LED的產品 已經被蘋果包下來了 而且蘋果包的還不夠耶 還不夠喔 現在它的產品還要延到七月 才能出貨喔 那這些廠商 勢必要去做擴產嘛 它要擴產嘛 所以我說當時我就看到 這一檔股票很特別啊 當大盤跌了一千多點 都已經破到月限之下了 為什麼這一檔股票 可以撐在月均線之上 那既然它可以撐在月均線之上 股價回到了主力成本區間嘛 當時主力成本在哪裡 在量佔比300來到13的這個位置點上面啊 所以我說月限都沒有破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量收回檔 未來它會繼續漲 當蘋果導入mini LED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LED的設備股 未來絕對是大發勢力啊 你說他們會不會成長 一定成長啦 從營收獲利的角度來看 他們就是會成長啊 所以你看到今天9元的部分 6261的9元今天也是來到哪裡 來到亮燈漲停板鎖住啊 來到亮燈漲停板鎖啊 所以呢 當時我就跟大家談說 一檔股票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大盤跌的時候 大盤回測回來 當我的股價還能夠維持在均線之上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所以主力有沒有在買 主力的成本區間在哪裡 量佔比從300來到13 這個東西不是拿來看的 他是真的可以拿來幫你去做評估的 所以就一檔股票有沒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你從這個角度看你就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我覺得像威智 他們已經來到高檔了 可是你要找到類似威智 當時低買的位置點啊 所以我看到的是他的機會啊 當蘋果要導入mini LED 當所有的mini LED 現在產能都在滿載的情況下 他去年EPS可以達到4.12元 三月營收還在大幅度的成長 你說這種股票不買錢嘛 一定可以啊 但是你的買點要是對的啊 很多人是用追價的方式 追在這個高高的位置點上面 追在這個92塊4的位置點上面 可是當你在做追價的時候 你的風險自然就會提高了 那很多人去追在這個位置 不就跟現在很多人在追什麼 追船產 追航運 追鋼鐵的位置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股票都沒有錯啦 你的節奏上面 只要能夠掌握好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你就能夠取得長期有文件的正報酬 所以你看到像9元 今天來到亮燈漲停板 如果你在前一天 他在回撤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下去做布局 那這一根掌停板 就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呢 蘋果未來要導入所謂的LED mini LED的產品 當然這一些個股不會只有一檔 不會只有一支而已 因為iPad Pro 才剛剛去做轉入而已喔 那現在有很多家的公司 包括任天堂的部分 他也要開始去導入mini LED的產品 包括未來的小米 包括未來很多車用的面板 他都要改成mini LED產品的時候 這個商機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大了 他就非常非常的寬廣了 所以呢 除了9元以外 像這個啊 現在蘋果開始要導入mini LED對不對 那除了9元是設備啊 這一檔股票更厲害喔 他是所謂mini LED的驅動IC 驅動IC 當你看到很多IC設計類股在跌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是屬於被錯殺的族群 他就是屬於被錯殺的個股 因為不只是任天堂啊 現在任天堂的部分 已經開始準備要進行 下一代Switch的改裝 他要開始做改裝 那Switch改裝之後啊 他的訂單 他的螢幕的訂單 就是被這一家公司給拿走的 他被這一家公司給收了 所以呢 未來在整個下半年開始 他開始量產出貨 包括新的驅動IC開始在出貨的時候 當然他的股價 他的營收獲利也會跟著水漲的穿高 這種股票都是低估喔 我跟你談的喔 像這個目前本益比喔 才20倍而已不到 不到20倍本益比 那4月營收還在持續成長 主力的佈局位置點在這個地方 強勢股拉回 正在買方來去做佈局的動作吧 量縮回檔 未來當然就繼續漲上去 當然就繼續漲 所以我覺得台股啊 還是有很多被低估的標題 那你不一定都要買傳產嗎 傳產股你未來有沒有一倍的空間 我覺得比較難啊 不是沒有機會 是比較難一點 那如果說類股在做輪動的過程 電子股如果要複製傳產股的奇跡啊 這個機會就來了 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他現在被人家低估 那你不趁現在下去做佈局 你要等到他漲上來了 傳產的資金通通回到電子了 你在想說我要去買電子股嗎 那個都太慢了 那個都太晚了 所以包括很多人在罵 所謂的台積電啊 那我也覺得台積電 他也很無辜啊 他只是現在沒有動而已 不代表他股價 不代表他現在的價位就是高估嘛 他現在也是非常的便宜啊 因為他現在都在上修全年的掌握 甚至明年他還要成長 他還會持續成長 資本支出都在創新高的同時 三年要砸一千億美金 下去做建廠的計畫 這些建廠計畫一旦出來 你覺得他未來成長性有多高 所以我覺得台股真的啊 很多的電子股現在都太便宜了 包括台積電都是一樣 都太便宜了嘛 所以呢政院也要開始打造 半導體的S狼帶 從設備材料這兩方面 來去強化我們的產業優勢 所以半導體設備股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喔 他們現在的價位太便宜了 很多都很低估啊 所以呢包括像3413的金頂啊 金頂的部分呢 今天大漲了7.89%對不對 你從他的營收獲利的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啦 當我一年可以賺到將近快15塊錢 4月營收還在創新高 甚至未來還有台積電的訂單要進來的情況 本益比真的太低了耶 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耶 所以呢半導體的三大太陽 包括IC設計 包括晶圓代工 包括半導體封裝設備 這個半導體封裝設備裡面 有很多很好優質的標的喔 如果你真的挑不到股票的 如果你真的會害怕 就是行情震盪整理啊 或者是有一些個股的震盪的話 我建議你跟上腳步來喔 因為我都準備好了 像這種下一個會複製9元模式的機會 像這種低價庫存效應的股票 量佔比500來到52喔 量縮回檔均線向上還會上 量縮回檔繼續漲 前波高點如果一旦突破的時候 將是他主身段的開始 光輝5月 溫馨的5月 感恩價520再加1 祝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感謝大家接著收看 預測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